老K五连对手老板刷爆18万嘉年华礼物榜 仅次于叙叙宝宝 话说老K在打阿热的时候 爽总来了一句 如果说能够五连这个2P 也就是阿热 有无数个嘉年华 我们看看老K能不能做到 现在主要是带老K节奏的人太多了 老实说养K养K 到底谁养谁 当我把价钱拉高的时候 你扔五连对手 我就给你刷很多嘉年华 是吧 如果能做到的话 那这种实力恐怖恐怖 谁还能够养他呢 真的没有一两个养K的 这种节奏可以少一点 不要带这种节奏 继续看比赛 然后现在是打一个10比3的 来到了一个三连 大家可以看一下中间的小字 8比3 如果说要五连 要拿到那么多个嘉年华的话 必须得10比3拿下 我们看看能不能拿得下吧 这波太近了 五连 五连在角落的话可以持续压制打到晕为止 好再刚 晕点还继续赛 好射一下应该是晕了吧 没有 不刚闷 好闪身直接抓到 中拳葵花死了 这个拳皇的晕点态是有一定的波动值的 有时候打不晕 然后有时候呢 时间又断了 那超过 差不多3秒的时候 就没有了 所以说晕不晕 有时候你要有那种感觉 好这把架招不中 直接冲过来中拳排光 8个小女孩无敌波 无敌波必须得跳 你不跳的话还会继续大葵花来打你 好四连 看看无数个嘉年华 能不能拿得到 昨天在直播的时候 也是有探子报信了 探子说 如果说五连的话 有好多个嘉年华 然后直接还真的 最后呢 只输给叙叙宝宝 那个礼物 直接干到了人气榜的第二了 礼物榜的第二 干解决 安全压制 好 杠到在地 阿热水平也是很强的 也不是一个可以拿捏的一个小鸡鸡 小鸡 好先射 来 西滴哈 葵花在抛 下笔想抓 切房了 这下太近了 直接葵花 好 挑戏重拳必杀了 哎呀 这还不必杀吗 看来老K对这个追加的嘉年华 是没有什么欲望 好打晕 我昨天以为是没有五连成功的啊 你看看这局啊 我都忘了 有人说如果是什么 无止回一万的打法 十万的打法啊 那这个老K就应该是个无数个嘉年华的打法啊 好 再次葵花倒爹 跳压 再刚 必须的切房啊 这个距离你不切房的话人家抓了 再来你看 你看 他这个跳西打点很低的 你刚可能刚不到 然后这个千和选择了一个能量产生出来 角落 能压得住吗 好 继续跳压 好 再回花 哎呀 没了 再继续啊 这个蹦蹦猪 跳跳猪就让你很烦 好 直接踹死了 有人说可能不太喜欢看老K的猪哈 降低的观赏性 但其实猪这个东西 格斗的话 观赏性很重要啊 但是这个 胜负更重要是吧 两者呢 要兼顾的话 也不是很容易啊 但是他的大门很好看啊 看看这把能不能看到大门了 哎 防得不错 远了没抓到 好 哎 这把堵了 预判对手的跳 逆向 直接 夹 爆一爆 好 好刚 江连华在等你啊 这一波还想驾招人家偏偏是虚晃啊 然后吃篮之山 t3b 拼命的切房啊 好害怕 人家过来抓我啊 你不要过来啊 你不要过来啊 哎呦 头上弗 康特 来 地雷阵 nice啊 恭喜老K的嘉年华哈 赶手 不是 这场 是 是 了啊 可以 啊 货配了 感谢感谢 感谢双主 感谢双主的六十个将领我 关注秀秀 不易走丢